天婦羅 在江戶時代已經是小食攤的樹民美食 但時至今日已經變成高級的日本料理 像樂廷和近藤這兩間店 都曾經拿過東京米芝蓮異星 可惜樂廷已經關門大骨 而近藤又做了遊客勝地 不過要選擇地道有高質的 都還有一間叫深丁 這裡的老闆兼主廚深丁靜南 和近藤的店主是同門師兄弟 但他一直堅持走平實樸素的路線 店舖只有兒子和太太幫忙 可能這就是拿一聲的原因 這裡出菜的次序和傳統的天婦羅點一樣 這個午餐飽到連晚飯都可以不吃 而午市還限量供應一個叫做 楊天丹的雜錦天婦羅飯 用的都是最新鮮的芝蝦 以及用背柱炸成的圓餅 賣單都只是2800日 即是200港幣有找 非常便宜